你会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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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哥 这些天 你天天都陪着我 难道不用到厅上去议事吗 没事 丞相吩咐我 要好好地陪着你 等你好一些以后 我就立刻去一趟雪山 不 你别去 我怎么能不去呢 如果不去的话 我怎么能取回千年兵破 来治疗你的火雷果之毒呢 杨大哥 你不是说过 无论我会不会法术 有没有武功 你都只要我陪在你身边吗 其实我这样 就已经很幸福了 早知如此 我当时就不应该 去学什么法术 我就跟着你下山 陪在你身边就好了 你真的这么想吗 是啊 我看到江夫人对江丞相那么好 其实我就很希望 我也能做一个静职的好娘子 好好地对待自己的相公 小蝶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不过不管怎样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千年兵破给你找回来 为什么 小蝶 取那千年兵破 并不只是为了帮你恢复法术 而是 我希望 能消除掉你体内的火雷果之毒 小蝶 不管你以后会不会法术 我最希望的是 你能够平安健康 所以 你是执意 要去取千年兵破了 嗯 那好吧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 那你要去就速去速回 免得让我担心 这几天 我也正好可以跟江夫人 学一些家务活 以前 我根本就不懂这些事情 我也从来都不会 现在 我一想到 我要学那些女孩子该做的事情 我就觉得好开心 嗯 你开心就好 那这样 我留下笑天犬来保护你 我即刻就动身 那 你不用跟丞相去说一声吗 不用 丞相早已知道我要去雪山的事 小蝶 都保重 我先走了 杨大哥 一切小心 等着我 嗯 你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我一定会等你的 小蝶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杨姐 你为什么还不肯出来见我 我真的不是一个施杀的人 我不想伤害他们 你不要再逼我杀人了 我除了这么做 还有什么办法能逼你出来呢 杨姐 你就不能出来见见我吧 杨姐 你怎么来了 我刚听说 你杀了西齐四大名将 是 公民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教主 在山里的时候教导我们 而且三神武力 不让我们到陈世间来 就怕我们造成更多的杀戮 可你知道吗 我刚才杀他们的时候 那一瞬间 一点都没有心软的感觉 公民 我是不是变了 你是变了 我真的变了吗 我真的变了吗 我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快告诉我 你变得多愁善感 你变得爱胡思乱想 雪燕 你的改变 只会让你觉得更烦恼 什么都别想了 你下山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我赵公民 你只要有这个想法就好了 好吗 公民 雪燕 你知道 我一直深爱着你 事到如今 你不要再拒绝我了 等我们帮助师兄灭了西西之后 我们一起回山中去 好好的双修 不再理会陈世间的事情 那天我被杨锦玷污了 我 我如今已经不是从前的白雪燕了 我该如何回应公民的深情呢 你还是拒绝我吗 你还是拒绝我吗 公民 我不是想拒绝你 我知道 你一直都是真心对我的 只是 我夜时间还想不明白 但是 我答应你 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的话 等我们 回到山里再好好谈谈好吗 你真的愿意跟我好好谈 真的 我愿意 本来想脱口告诉雪燕 那天她身旁的人 其实是我 但是雪燕如今 已经点头答应考虑了 那 那天的事我就暂时不说了 雪燕 我想 尽量让你的金光宝镜好好地施展 我在想 如何用我的金交解 跟你好好地配合 好 你真这么想 没有人愿意陪我去 小公子 能不能求你跟我前去 替我爹报仇 我当然想替吴城王报仇 可是 他们让我奉命不准离开这里 府里所有人都让我忍 可是我每天看着我爹的灵位 你要我怎么忍呢 如今我黄天化孤身一人在这世上 我就算战死 也要给我爹娘姑姑报仇 我报完了仇 我就去陪他们 天花 你先不要难过了 我答应你 真的 你真的愿意帮我 正好 我一直想去领教一下 那个白雪燕的金光宝镜 到底有多厉害 还有赵公明的金光宝镜 我还一直 没机会跟他鄙视一下 我相信 以我的本事 一定可以把他的金光宝 打成两半 小公子 你可千万不能大意 那金光宝镜确实厉害 我亲眼看着我爹 死在金光宝镜之下 这 有话 我有一个主意 赵公明你给我出来 怎么来了个小孩啊 我还以为我杀了那四个人 杨检会跑出来呢 没想到 竟然派个小孩过来 你们稀奇 真的就没人了吗 妖女 我叫的可不是你 把赵公明给我叫出来 你叫谁妖女啊 叫的就是你 怎么样 我白雪燕长这么大 从来没被人叫过妖女 算了 看你年纪小 不早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啊 赶紧回去 跟你父亲学习练武席字吧 否则 否则 否则怎样 我爹已经被赵公明害死了 我告诉你妖女 今天小颜我就算粉身碎骨 也要咬下赵公明几块肉奶 原来 是赵公明杀了你父亲啊 你要想见赵公明 那得先过我这关 否则 你不仅见不着赵公明 你谁都见不着 既然如此 妖女看招 你怎么能够抗赵公明 你你不要带他 你不够赵公明 你不够赵公明 他就在哪里 你不够赵公明 你不够赵公明 那天就在哪里 你不够赵公明 尽管报尽 小公子 妖女 我跟天化来此是为了捉拿赵公明 你为什么要替赵公明出头 小公子 别跟他废话了 把他拿下再说 学院 公明 公明你来得正好 快去帮我捡我的金光宝金 看我金娇捡得厉害 金娇 巨流孙师叔 土鲜酸 天化拜见巨流孙前辈 免礼 免礼 刚好这臭小子拉着我来西齐 没想到在半空中就看到了他们 小老儿投了个空 用妇龙锁和捆仙绳 将他们给绑了起来 好你个巨流孙 偷了我的妇龙锁 现在又用妇龙锁来把我绑着 我结教的教徒与你施不两立 亏你还是前辈呢 竟然用这种卑鄙的偷弃手段 来捆绑我们 快把我们放了 哼 还说我们卑鄙 你这个不要脸的赵公铭 上次跑到我们西齐 杀了天化的爹 今天我要杀了你 你啊 小青孙 慢着 既然我们抓到了他们 我们就把他们带回西齐 看江子牙怎么处置 什么 小弟和天化挑战赵公铭去了 两位公子出去的时候 是小公子亲口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们 是 李将军 为之何尝不想拦住他们 可是儿公子 您也知道小公子的脾气 胡闹 丞相一再说 不准单独去迎战 为什么他们还要跑出去 二公子 你也先别着急 丞相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小公子并不在场 我想这件事情 绝对是那个天化 怂恿小公子去的 小公子有风雷棍 对付金娇俭 我想问题应该也不大 是啊 连丞相都说 那金娇俭威力非同小可 我担心风雷棍 也不是他的对手 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不能贸然前去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丞相 丞相 小弟和天化 去挑战赵公明了 啊 这样 丞相 二公子 我先去看看 等等 他们回来了 我把我师父也叫来了 巨刘孙师兄 巨刘孙前辈 别老是前辈前辈的叫 要把我叫老了 你们才开心是不是 师叔 二哥 我们已经把这个赵公明和白雪燕抓回来了 小公子 小公子 不必自吹自雷了 你看看 要是没有你拒留孙师叔帮忙 你能把他们两个抓回来吗 可是我和小公子本来就是计划以偷袭的方式把他们抓过来的 黄天化 你知不知道 丞相三零五身 禁止单独出去迎战 你这样做 是违抗军令 要不是看在你爹的份上 我早就把你军阀处置了 我 你们说完了没 把我们捆在这里 不是听你们邪话家常的 就是 我们落在你们手里 要杀药瓜 随便你们 你这个恶人杀了我爹 我还没找你报仇 你倒敢在这里耀武扬威 看我不杀了你 听话 住手 听话 听话 公民 程相让你住手 你怎么还打 公民 公民 江子雅 举刘孙 有这种卑鄙的手段 把我綁來 有膽把我放開 我們再戰 你以為我傻呀 把你給解開 我聽我徒弟土行孫說 之前你不是也用這種 不要臉的手段 跑到西伯侯府來殺侯爺 你這種做法 才叫不光彩 好了 我之前說過 我們都是修道之人 現在 竟然在這兒被你們羞辱 我白血液 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的 白姑娘 我們並沒有要羞辱你們之意 更何況 你們之前還幫助過我們 所以子牙一直心存感激 不必了 不管我們之前怎麼樣 現在我們已經反目成仇 江子牙 你不必假惺惺地在這兒勸說 有本事你就殺了我 而且 最好把楊賢叫出來 讓他親手殺了我 放肆 你還敢在這兒大淫不殘 今天就算沒有我師叔幫忙 我照樣可以一棍子打死你們兩個 完了完了 我的捆線索 你竟然把它給解斷了 旗子解你的捆線索 還要你的命 好 抹著你動手 為什麼 你忘了你所發的誓言嗎 這 好了大哥 你先別說話 三肖仙子 我江子牙久養大名 哼 你用這種不要臉的手段 綁了我白雪院姐姐和我大哥 還說什麼久養大名啊 這兩個軍交戰 我們沒有使用什麼奸詐手段 而且 比起趙師兄 我們可是光明磊落得多了 我不管你們是誰 如果你們敢在西伯侯府撒野 我絕不會饒過你們 你小小西伯侯府 我還看不上眼呢 好了 你們都別說了 你就是江子牙 雲霄仙子 江子牙 我大哥跟你們結下了那麼深的仇 你如何打算 我想 我跟趙師兄之間 應該沒有那麼大的仇恨吧 你胡說 你們用不正當的手段 偷走了我大哥的法寶 定海神珠 還將它填在了北海海眼 還說沒有結下深仇 以我所知 三肖仙子 他們一直 在深山裡好好地修煉 從不過問世事 而我江子牙 乃是奉師尊之命 下山來輔佐姬侯爺 我一直都秉承著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宗旨 如今趙師兄 是他先下山挑釁 我想這事 三肖仙子應該清楚吧 是啊 三肖仙子 我李敬可以擔保 江丞相的為人 一向光明磊落 再說了 據羅森前輩 抓住了趙公明和白雪燕 天花要是想報仇的話 完全可以殺了他們倆 你們三個及時想救 恐怕也來不及了吧 哼 你們是殺不了他的 傅龍鎖是我的法寶 據羅森使出傅龍鎖的時候 我立刻就有感應 我們也是追蹤傅龍鎖才來的 是 但是在你們追蹤的過程中 我就殺不了他們嗎 是我把他們兩個帶回來 交給江子牙處置的 當時的情況 確實是這樣的 暫且 先不說趙師兄的事情 白姑娘 你有恩與我 我絕對不是一個恩將仇報的人 所以 我是絕對不會傷害你的 學燕姐 你認為呢 我跟江子牙沒什麼仇 我只是跟楊檢有仇 江子牙 你只要把楊檢交出來 我立刻走人 笑話 憑什麼交出楊檢 只因為你喜歡她 她不喜歡你 你就 你給我住嘴 你想死嗎 哼 有我拘留孫在 誰也別想欺負我徒弟 你 好了 大家先冷靜一下 這樣吧 剛才我看到 趙師兄預計出金椒檢的時候 三肖仙子加以阻止 我想你們也是仁義之事 所以 今天這些事情 就暫且罢了 好不好 這 大姐 這筆賬 以後再算吧 對了 我江子牙還有一事相求 希望三肖仙子 能勸趙師兄早日歸山 不要再升級 我們產教 和結教之間的和氣了 哼 你休想 好 此事我答應你 余秀 大哥 你先別說話 這件事情 交給我來處理 白姑娘 我江子牙向你保證 楊檢她絕對不是 你想像中的那種人 江子牙 你又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我經歷了什麼 看在你今天不殺我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計較了 公民 三肖 我們走 學 江子牙 這筆賬 我還有得跟你算 大姐二姐 你們看 大哥都走了 我們也走吧 姐姐 走吧 在山中 久聞江子牙的大名 可是江丞相 如今你輔佐西齊 而我們三肖 又是趙公明的妹妹 我們勢必會幫助趙公明 關於這一點 還請你諒解 子牙明白三肖仙子的意思 但我還是那句話 我希望三肖仙子 要好好的勸勸趙師兄 趕緊回去前行修煉 不要再 傷及我們兩教之間的和氣了 師父 怎麼能讓他們走了呀 臭小子 你可知道 這金交簡本來就是我捆仙所的克星 我也是出其不意才抓到他們的 我本來以為他們會使用金交簡 我才使用了附龍鎖 早知道金交簡沒有取出 我直接用捆仙所就好了 這樣一來 他們逃也逃不了 那三肖仙子也不會追來 不管怎麼說 還是要感謝拘留孫前輩 救了我二弟還有天化 好了好了 都別再說了 我拘留孫的捆仙所既然被剪斷了 我就回山再修煉幾條吧 反正這次也算沒有白來 江子牙 後會有期 恭送聚留孫師兄 恭送聚留孫師兄 二哥 師叔 我們剛剛根本就不應該放他們走 住口 雷震子 爹娘家大任交付於我 你也是姬家子孫 難道你不知道 丞相下令 不准任何人單獨出去挑戰 君令如山 你這樣做 你是違反君令你知道嗎 二公子 是我叫小公子跟我一起去的 和他沒關係 如果你要軍法處置的話 就處置我黃天化好了 天化 你別再多言 二公子不是已經說了嗎 要不是看在你爹的份上 他早就處置你了 我怕什麼呀 就算是君令如山 我也要替我爹報仇 天化 報仇是可以的 只是光憑你一個人的力量 你覺得有能力 殺得了他們嗎 可是我今天已經把他們給抓過來了呀 要不是你們磨磨蹭蹭的 我早就把他們殺了 聽話 好 就算你真的殺了趙公明 那以後呢 結教肯定會再派人過來 到時候我們除了要對付文太師以外 還要對付那麼多結教來的人 我們忙得過來嗎 天化 我知道 黃將軍的死對你打擊甚大 你也該長大了 你想一想 如果你今天一意孤行 反而被趙公明害了性命 從此以後 誰來替你爹報仇 丞相 二公子 既然小公子和天化 他們已經知錯了 那就不要再責怪他們了 好 二公子 我看這事 就這樣算了吧 嗯 但是丞相 剛才三霄過來 我看他們的法寶如此厲害 咱們該如何應對啊 但願三霄能識大體 聽從我說的 勸赵師兄 趕緊回去前行修煉 要不然我們就多了三個敵人了 我看他們三個法力高強 對我們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是 是啊 什麼 怎麼這麼不小心 居然被他們給擒了 那據劉孫本來就是先鎖專家 他那次不但偷走了我的覆龍鎖 反過來 還用他的捆線索把我給捆住了 是啊 我也是被那捆線索給捆了 要不然也不會到西齊的 可也正是因為覆龍鎖的出現 我在羅浮洞才感應到他 才急忙告訴姐姐 也正好趕了過去 那麼 你們有沒有跟西齊交手啊 我已經跟江子牙交過手了 那 你為什麼不用金椒姐 把他們全給殺光了呢 唉 我也是這麼想的 這 唉 只是因為他們三個脾氣太妞 硬是不讓我這麼做 大哥 不是我們妞 是你糊塗 你不是答應過我們 除了江子牙和楊姐 你不會再使用金椒姐嗎 可是剛才在西齊那麼多人 金椒姐一出 只要遇到抵抗的人 都會殺無赦 到時候 到時候就把西齊殺個金光 大不了賠上我趙公明一條命 大哥 你 你怎麼會說這麼重的話 你知道妹妹對你有多用心 可是 你卻這樣傷害我們 就是啊大哥 這次我也幫不了你了 大家阻止你是對的 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三小姐妹的厲害 如果我們在什麼地方交集手來 就憑我們五個 也討不到什麼好處的 是啊公明 三小仙子這次專程趕過來救我們 我們應該感謝他們才對 怎麼能這麼跟他們說話呢 公明老弟 你這次別怪大哥多嘴啊 三位仙子 就是你的三位妹妹 他們對你的確是真正的關心哪 你可千萬不要意氣用事啊 好 三位妹妹 是大哥不對 大哥跟你們陪補事 大哥 你千萬別這麼客氣 解釋清楚就沒事了 對了雲霄 你跟江子牙交過手 你覺得江子牙怎麼樣 我覺得 他是個正人君子 不不不 雲霄仙子 你可千萬別這麼想 那江子牙 他不是什麼仁義之人啊 是啊 他派人偷走了我的定海神珠 又找人把我給綁了 他這完全是卑鄙小人的行為 大哥 你們既然是敵對的雙方 本來就是兵不厭詐 你說 他們要找你尋仇綁了你 可是我剛才也聽說 他們找你尋仇 是因為你殺了黃飛虎 是他的兒子要找你報仇 這本就無可厚非 如果那個江子牙 真的心地不善的話 當時抓了你 就可以立刻把你殺掉 我們三個 就算有再快的速度 也來不及救你啊 大姐說得有道理 你們在西齊折騰了半天 我們才到 我看見西齊的能人也不少 可是江子牙 一直都是以理相待 我贊同姐姐的話 不不不不 這江子牙一定是個壞人 這江子牙奸詐狡猾 他知道我們三宵的法寶厲害 更知道金椒撿得厲害 所以他害怕我們 再出另一間法寶 才對我們客氣的 穹霄仙子說得沒錯呀 那江子牙不但老謀深算 而且陰險狡猾 三位仙子 你們可千萬別上他的當啊 其實我當時也在場 我覺得雲霄說得對 江子牙應該不會像我們想像中 那麼壞的 我看你是喜歡楊姐 才這麼幫他們說話吧 趙公民 你如果真要這麼認為的話 就繼續認為下去吧 這 雪燕 雪燕 公民老弟 你何必生一時之氣呢 你不是跟老夫說過嗎 雪燕姑娘已經答應你了 這次公下西齊以後 你們就雙雙回到山裡去雙修嗎 是 你還愣著幹什麼 趕緊去追他 跟他解釋清楚呀 快去呀 哦 我們這個大哥 對我們倒是一向嚴厲 看見白雪燕 就乖得跟著兔子一樣 好 碧霄 我不允許你這麼說大哥 三位仙子 現在是閒暇之時 你們要不要聽我 文仲跟你們說一說 江子牙的事情啊 好啊 這件事情 我剛好覺得很好奇 那就 有請文師兄 跟我們講一講了 好 三位仙子請坐 嗯 江子牙 此人奸詐狡猾 而且 曾經殺過我摩家四將 和四聖 他們還把我們的十天軍 統統給殺了 雪燕 我不是有意要惹你生氣 我是 我是真的妒忌那個楊簡 公民 你一向都很淡薄 但是你來到昭哥以後 起了失俗貪念 我覺得 這不是一件好事情 雪燕 我一直是你以前認識的那個 趙公民 但是我唯一不能容忍的事情 是你愛上了別人 你 雪燕 我不會再惹你生氣了 我答應你 我以後會盡量讓你開心 也讓你快樂 公民對我說的這些話 楊姐是不是也對小蝶說過 小蝶是我妹妹 我那麼地疼她愛她 如果我跟她搶楊姐 那現在公民不就是我的寫照 趙公民 就像我的金光寶鏡 而我修煉金光寶鏡 自己居然沒有看清楚我自己 我是不是被秦愛沖昏了痛 蒙蔽了眼 被秦愛引發了妒忌 我 雪燕 你又怎麼樣才可以原諒我 公民 其實我沒有生你的氣 我本來想殺了楊姐救回山裡 但是 我被捆纖索捆住以後我才發現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所以我想 你想怎麼樣 我想回山裡了 什麼 你要回山裡 這兒的人都只知道我叫 白雪燕 他們並不知道 其實我就是結教的金光聖母 我不想再趟這趟渾水 公民 公民 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黃天花那小子 打我的時候按下法力 把我的五臟六腑 全都震離位了 你快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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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 公民 走 我扶你回去 走 不好了不好了 不好了 走吧 公民手上好了 大哥大哥 大哥 大哥怎麼了 怎麼回事啊 我們之前被抓的時候 他被黃天花痛打了一頓 沒想到黃天花用的是法術 現在公民的五臟六腑移位了 大哥 大哥 不要緊 大哥 趕緊把公民扶回銀杖休息 我們來給他療傷 他的銀杖在哪裡啊 那跟我來 快走 走 不是 我 不是 是嗎 我 不是 不是 是嗎 是嗎 我 是嗎 是嗎 那麼 是嗎 是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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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感觉好些了吗 多谢三位妹妹 我的伤已经好多了 真是太过分了 一个小孩子 怎么吓得留这么重的手 是啊 大姐二姐 你们看看大哥 他只身一个人在这儿 受了这么大的屈辱 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你们说得对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不想连累三位妹妹 你们还是回罗浮洞吧 大哥 我们会回去的 你和我们一起吧 免得 免得我普世荒也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们不是在诅咒我 但是 我赵公明既然这次下山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大哥 我不许你说这种话 我此次再下山 势必杀了江子牙 报仇雪恨 如果不杀了江子牙 我就不 不 不可以的 你要听大姐的话 我们三姐妹 都会帮你的 如果你们三个真心想帮我 就留下来 顾阵帮我灭了西齐 这 这不行的 姐姐 我们的阵法威力无比 若是摆下阵来 天下苍生 定会死伤无数的 大哥 正如你的金娇剑一出 会杀死很多人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摆下了阵法 到时候 到时候 西齐就灭了 到时候 我帮文师兄的忙 也告一个段落 到时候 我跟你们一起灰山 倾家修炼 这有什么不好 咱们结教有多少高手 死在江子牙之手 你们只会一味的姑息 等他坐大 带领整个产教 攻打我们结教的时候 你们后悔也晚了 就是 大姐二姐 你们听听大哥 他说的是对的 我们练阵 目的不就是为了克敌吗 如果不是为了克敌 我们干嘛这么辛苦 修炼阵法呢 可是姐姐 师尊他 这 师尊那边 我自会承担 但师尊 只会一直隐忍 只会让产教的气眼更嚣张 你们那天在西伯侯大厅 不也见识到他们的蛮横 和跋扈吗 大哥 我们暂时留下来 真的 嗯 真的 不过大哥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嗯 那金娇姐 威力无比 你又不好控制 还是先还给碧霄吧 我再让碧霄把复龙所给穷霄 让他们两姐妹 各执意法宝 这样我身上无任何法宝 岂不难堪 大哥 我们可以帮你再修炼啊 修炼 怎么修炼 你们总是认为 大哥做不了大事是吗 好吧 既然你们要 那你们就拿回去吧 啊 二姐 别拿了 大哥身上都没有法宝了 要如何跟人家比拼呢 哎 大姐 你倒是说句话呀 这到底是拿还是不拿 好 那就暂时 留在大哥身边吧 多谢三位妹妹 既然你们决定留下来 我现在请示文师兄 先帮你们搭建营仗 大姐 你不应该打赢她的 碧香 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根本就劝不动大哥 对了 雪燕 她一定可以去那跟回去的 我知道 不过雪燕 她一心只想上山 所以 所以 劝大哥回去是正确的 只要雪燕跟大哥和好 大哥就不会再留在这里了 好 碧香 那说服雪燕 劝大哥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嗯 雪燕那边 就由我去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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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我 你又有什么事情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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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繁星点点 恍惚多少年间 风吹扬柳花绪漫天 红浮绿漆 刻下两端沉绵 回望天使辗转相恋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千遍 再度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解 暗恋花伴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犹豫的命迁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千遍 再度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解 暗恋花伴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用尽全力抓紧 犹豫的命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